时间拉回到1941年后的南投竹山 日本偷袭珍珠港 美军开始报复轰炸 因此每当空袭警报响起 郡义所也就是警察局的员工 及周边宿舍的日本军民 便必须跑到防空洞躲藏起来 这个防空洞上有大型椰子树等树木 遮盖当作隐蔽相当安全 在竹山老街地图上 这个充满历史矿位的防空豪和日本宿舍 是值得一看的景点 经过许多人奔走后 这项历史遗迹得以保存 也让旅人来到竹山时可以参观 仿佛回到旧日时光